欢迎光临橘色咖啡 橘色咖啡馆 陪你一起聊生活 聊信仰 嗨 朋友们平安 欢迎来到G1 G1系列就是要陪你从头开始认识耶稣 一起在爱里面成长 今天来到第八集 主题是 做个圣灵充满的好青年 首先要介绍一下关于圣灵 来看圣经马太福音28章 19到20节这里 耶稣跟他的门徒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这里我们看到有父子圣灵 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 我们只有一位神 而神有三个位格 圣父圣子圣灵 并且他们又是一体的 这里是有点深的神学 毕竟神的奥秘 我们没有人可以彻底的了解 但是从圣经的许多地方 我们可以归纳并且理解这个真理 我们还可以从马太福音三章 16到17节这里 看到耶稣受洗的经过 当圣父表明他对圣子耶稣的喜悦的时候 圣灵就降在圣子的身上 与你分享今天的第一杯咖啡 天父耶稣与圣灵 他们同时存在 而且都很爱你 而且他们爱我们 帮助我们的方式也有些不一样 前面介绍了天父与耶稣 今天来分享关于圣灵 与你分享第二杯咖啡 当圣灵充满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得到满满的爱与能力 生命也要改变成长 来看《使徒行传》 一章八节这里 这是耶稣升天前 跟门徒们说的话 耶稣说 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到能力 这表示门徒跟着耶稣 这三年多来 虽然看了很多 学了很多 但是并不算得着了什么能力 所以才要等圣灵来 降临在他们身上 才算是真的有能力吗 推荐你可以看《使徒行传》 第二章开始 他们真的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们的生命与才能 才有了真正的大突破 祝福你 我们都要经历这样的突破 所以当我们被圣灵充满 我们心里面有感动的时候 不但能力会成长起来 我们的生命也要开始改变了 圣灵充满是很真实的 我们以前有个弟兄小组 大家每周都有 Mans Talk感情很好 其中有一位弟兄 他说他自己脾气很坏 上班跟同事吵架 回家跟太太吵架 连他自己都很受不了自己 有一次主日聚会 他就跟神悔改这件事情 然后他感觉自己就 被圣灵充满了 然后就一直流泪 然后哭完就很轻松 就回家了 接下来大概有七八周 他每次来一唱诗歌 他就悔改 就流泪 他说圣灵每次充满他的时候 他都觉得心里好像被安慰 然后有一块石头被融化了 他觉得自己的心开始柔软了 也不再乱发脾气了 然后慢慢的他的同事 他的太太看到他的转变 也都很想认识耶稣 那个过程我们陪他走过 看到他的改变 真的很感动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加拉太书 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里 我们一起来读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所以当圣灵充满我们的心 我们的生命就慢慢开始改变了 就像一棵树因为有了好的养分 水分 就开始结出了好的果子 这是旁人都看得到 也享受得到的生命特质 就像我这位朋友 他太太他同事都能够看得到 享受得到 再与你分享第三杯咖啡 当圣灵充满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有属灵的智慧 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参透万事 来看格林多前书二章十节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所以圣灵充满会有来自神的爱与智慧 我们平常关注的卡住的读不懂的 从更高的神的智慧来看 其实都不是问题 所以心里懂了 我们也才能真正去活出精彩的生命 不是吗 再来看第四杯咖啡 这杯超棒的 圣灵是神很贴心的一面 祂会提醒我们 指引我们 还会亲自为我们祷告 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这里 一起读 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为我们祷告 这样是不是很sweet 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 或者累了崩溃了 祷告不下去了 圣灵都知道 祂还会为我们祷告 真的是太感谢了 那么要如何被圣灵充满呢 归纳大概有这几点 第一是要真心悔改 持路行传这里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救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看到了吗 是救必领受哦 第二个 要渴慕圣灵 神不勉强人 圣灵只会充满情愿 而且渴慕的人 第三是要顺服神的带领 而不是抗拒圣灵的带领 如何领受并且查验 这是不是神的带领 我们后面会有更多的分享 第四 要天天读经祷告 过着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生活 我们的祷告时光 与陪你读圣经的服务 就是为了协助你读经祷告 所制作的 第五 要远离罪恶 犯罪就要立刻悔改 不要傻傻的 又被罪给捆绑走了 要马上回到神的面前 悔改 总结一下 没有圣灵充满的人 圣经知识再熟悉 也禁止于脑筋里面的知识 他不一定能去活出来 用出来 但是圣灵充满的人 他有一颗温暖的心 很有智慧 很有爱的行动力 所以你想当一个 头头是道的宗教专家 还是当一个圣灵充满的好青年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圣灵 请你天天充满我的心 带领我活出爱 我要天天更爱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补充一下 圣灵充满你不一定会有特别的 很强烈的感动 有时候祷告完 心里很平安 就是圣灵来充满我们的 所以每个人的体验不太一样 也不必追求跟别人一样 OK 最后我们来彼此分享一下 这一集你的收获与感动 也欢迎你在下方留言 与我们分享 亲爱的朋友 这周你过得开心吗 邀请现场朋友们 彼此分享 这周有什么感动 或者 有什么需要大家 一起为你祷告的 一起为彼此加油 Jesus Cafe 橘色咖啡馆 我们下周见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